1996年10月27日 能够容纳4万人的成都市体育中心坐无虚席 四川全星队将在这里迎战提前一轮夺冠的大连万大队 此一交手 双方主帅基本上都派出了全主力出战 大连队的目标显然是想继续延续不败的战绩 比赛的开场阶段 全星队凭借着主场之力持续展开攻势 小将邹有根在接应摇下的长船之后 随即完成的左脚攻门被门将韩文海没收 两分钟之后 邹有根又迂回到左侧进行活动 这次在禁区内面对孙继海的防守显得非常自信 不过最后的兜舍再次被韩文海化解 当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 邹有根巧妙地摆脱了赵林和孙继海的包夹防守 最后在底线附近助攻10号马迈罗首开几路 落后的大连队随后大举压上 9号孙维送出的挑船越过了全星队中卫的头顶 可惜20号王涛的冲顶攻门添出了门框范围 随后大连队继续沿左侧发动攻势 4号驻小东的船中被挡出之后 随即利用假动作广过卫裙送出横船 不过王涛这次在后点再次错失了班平比分的机会 0比1的比分也维持到了半场结束 在更衣室里大连队主帅持上宾不断地给队员们缓解压力 下半场一边在站 落后的大连队继续加强攻势 不过全星队的防守依旧表现得十分稳健 随后主场领先的全星队遭受重创 乌克兰籍门将李秋克的意外受伤 成为了比赛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 而下半场的开场阶段 也是19岁的天才后卫孙继海的个人表现时刻 先是向中路行程突破之后完成了一脚大力攻门 随后孙继海再次来到前场充当边风使用 这次利用个人能力行程突破后送出船中 最后助攻20号王涛高高跃起投球破门 这名高中风也以实力进球 荣获了当年的联赛音讯 而此时的4万成都球迷已经有些坐立难安 即便是面对如日中天的大连队 他们也不愿意比赛以平局收场 几分钟之后 队长卫群送出的携船助攻合兵完成了破门 只可惜此力进球被判罚了越位在先 短短两分钟之后 全星队再次将球攻到了大连队的进去 卫群接连的两脚攻门均被挡出之后 双方队员在门前形成了一片混战 翟标的第三脚攻门天出之后 全星队的此次进攻也告一段落 当于东风下课的声音响彻整个球场的时候 全星队的队员们也在用积极的行动捍卫主场尊严 小将邹友根再次在底线附近完成精彩摆脱 不过最后的横传被防守队员破坏 下半场比赛第85分钟 九攻不下的全星队终于再次取得了领先 法比亚努在禁区外的突石冷剑造成了门将的脱手 10号马迈罗跟进补射完成了煤派二度 比赛的压力又来到了大连队这一边 当王涛的这脚远射偏出力柱之后 场边的张恩华已经是坐立难安 当比赛时间已经超过商亭捕食的时候 主裁判突然把叼在嘴里的哨子放了下来 正是这刹那间的犹豫给了大连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最后大连队由5号徐红抓住机会 将比分搬成了2比2 全星队也因此错过了终结对手不败战绩的机会